接着上回 李科长顺手带门走了 李少伟有些紧张起来 这事一位侦察员先发话了 你好啊 我姓胡 是市局刑侦处的 我们那来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 找一个名叫海浪的军人 我不认识什么海浪啊 李少伟失口否认 胡队长子无声一笑 少伟同志啊 我们都是党员干部 你敢以党性原则来做保证吗 哎呦这一句话呀 说的李少伟不吭声了 嗯 我们也实不瞒你啊 这个海浪 这次来深圳还带来了两个女人 而其中呢 有一个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 不管你清不清楚这些背景 都得赶快把这些人的下落告诉我们 否则的话 你可要小心担当包庇罪呀 哎呀 李少伟沉默着 额头上顿时啊 就渗出了一层细汗 好 他擦了一把汗 我 我领你们去找海浪 十一时时分的 一行人便驱撤 来到一条幽僻安静的小巷 这个地方叫碧波花园 他们找到三十一栋楼 六零四号房 李少伟急忙上前 抢先扣响了房门 咚 咚咚 接着 一个男人是闷声闷气的问 谁呀 啊 是我 少伟 门开了 胡队长带人一步啊 就跨了进去 你 你们 出来开门的男人 这脸色傻实的就惨白 失了血色 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 胡队长压低声音 有意的随和的说 不用说呀 你一定能够清楚 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吧 我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海浪强坐镇定 甚至啊 有几分居傲 胡队长仍然是不动声色 很平静的说 那好啊 你既然不明白 那我们就叫你明白吧 不过啊 这里不是书画的地方 你啊 得跟我们走一趟 不 我还有事呢 我不能去 海浪试图耍赖 并且狡辩着道 再说了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哦 凭什么呀 胡队长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因为啊 他没看到赵红 这心里边正着急呢 这位同志 难道你还要一直装糊涂吗 是不是需要给你看一看中央的命令才行啊 他说完 头一不回 静止向外走 只是轻声的对门口的两个民警说 带走 两个民警的刷的 从身后亮出了微冲 毫不客气的指着海浪 请吧 夜里11时30分 海浪被请到了市公安局 可是啊 五个钟头过去了 他这怎么也不张口 这刑侦处这间房子里啊 杨副局长 安处长和深圳市公安局啊 是参与破案的几个领导 也是陆续的参与了审讯 海浪先生 顽抗是没有出路的 后果你自己要负责 安处长开门见山 不 我不知道赵洪是谁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安处长瞟了他一眼 给了他猝不及防的一击 好啊 既然你怎么也不愿意说 那就不要说了吧 但是我必须得交代清楚啊 我们再等最后五分钟 五分钟你要是说出赵洪的下落 算你是主动坦白交代 对你将来的处理 我们也会考虑从宽处理 否则 这就不用我带言明了吧 此时屋子里啊 是一阵难耐的寂静 海浪的神色啊 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过了有三四分钟 安处长吸了一口咽 果断的说 好 掉黑龙江方面的录音来 让那个贾云姐来替他说吧 什么 海浪不由得一阵毁葬至极 他终于说到 算了算了 我要将功补过 我跟你们一起去找他 赵洪啊 他已经离开了深圳 这时啊 已经是5月26日下午60多了 连续24小时紧张侦察的民警们 又组成了远征追捕小组 连夜出发了 此次行动他们要车不停转 人不合眼 那是一阵连轴 一直转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西省 干州市 而就在几天之前 海浪安排了赵洪去藏身的 他的一个亲戚家 此时 追捕组一行六人 除了反黑中队的罗队长负责之外 还有公安部刑侦局国际刑警处 这安处长也是随同前往 5月27日上午40多追捕组赶到干州 立刻就与干州市公安局刑侦处取得联系 接着 安处长会同干州公安局的同志就一起研究 很快就制定了进入搜捕和守候击捕的两套行动方案 这密的调查和外围侦察工作就这样不动声色的悄然展开了 再说 赵洪 孤艳一只 沦落他乡 人生地不熟 当地的方言也不甚听懂 就连这白天晚上还不敢待在同一个地方 惶惶不可终日 他对别人啊 只说是身体不佳 想来这里休养一段时间 然后带上井岗山去旅游参观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 隐没在烦恼的市区中间 海浪这家亲戚啊 这人呢 倒是很朴素实在 每天早晨 他来吃饭 然后就中日躲在屋里边啊 昏昏大睡 一直睡到日邪暮昏 他吃过晚饭 他呢 就看会电视 说是去找朋友们办事 又是正夜不归 哎呀 这一家人都很纳闷啊 一个北方来的俏丽娘们 他到底能干什么呀 他说有病 可明明他的气色挺好啊 非常健康 吃饭也挺能吃的 都很正常 这是偶尔吧 独守屋内 会忍不住的传出几声 长嘘短叹而已 赵红出手很大方 他们呢 也就言听计从的 按照他的要求 尽量的保密 并且统一口径 对于外人呢 只说他是一个远房的亲戚 一直到5月27日下午 赵红似睡非睡的 钻在一顶尼龙纹帐里 忽然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由远至近 他以为是孩子 来叫他吃饭呢 可是啊 当他转过头来时啊 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 两个身穿警服的人 已经推开了他的房门 威严的 站在了那里 请问您就是赵红 他一阵慌乱 脸色非红 继而又发白 发青 我 我是 我不是 我 我叫李兰 可其中一个警察 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照片 颇为客气的 就递了过去 好啊 就算你是李兰吧 这个人是谁啊 这是 李红只瞥了一眼 默然的就别过了身去 一下子就浮在了梳妆台上 直接 警察手中的那张照片 却是他和王宝森 一起拥抱 接吻的一个镜头 行了 张红小姐 我们就不必再演戏了吧 赶快收拾收拾 我们回北京吧 当然呢 可不是有海浪陪你了 这回啊 由我们来陪你 赵红听了海浪二字 由不得是 针扎般的 竟然一争 海浪 你没把他 啊 他呀 他就在外面的警车上 不过对不起 我们不能让你再见他了 赵红眼前一黑 脸色惨白 差点就栽造下去 缓了半天 他则恶狠狠的吐出了一句 男人 妈的 姑娘样的 此时啊 安处长则不胜厌恶的挥了回手 连个民警就将赵红押出了门 这时 他台湾看了看手表 时针 正值向27日下午6点 他如释重负 不错呀 从开始行动 整整48个小时 行啊 同志们 你们真行 一日上午 赵红被押回北京 移交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511专案组 这次啊 这击步行动 圆满的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这句号啊 这是说击步行动 画上了句号 但是本案还远远啊 没有句号 这赵红呀 也挺识趣 还不等专案组撬嘴巴呢 他就主动的检举了 王宝森的罪行 王宝森贪污公款 200余万元 挪用公款1亿多元 今天大案 终于是大白于天下 但是 经过有关部门的 严格审查之后 又发现 赵红与王宝森的腐败案 在法律上啊 是无实质关系的 一年后 他获得了自由 并且从此就 销声匿迹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 时隔8年之后 京城又一起特大腐败案 是震惊了国人 也震惊了国内外金融界 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 他就是赵安哥 赵安哥 他沦为阶下囚的过程 也实在是令人很唏嘘 但是啊 除了他自己的贪欲 赵安哥所截取的金钱呢 很大程度上 都是用来满足一个情人的 而这个情人 正是赵洪 哎呀 又是赵洪 这回呢 他是以一个职业高官情人的形象 是惊爆于世人面前 前面说了 啊 这赵洪是侥幸的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而就在他隐姓埋名8年之后 一天 媒体的一篇报道 让他惊魂未定 可这篇报道啊 同时也让赵洪的眼前一亮 说的是 广汽壮族自治区 何浦县 农妇黄某 他呀 冒充王宝三的妻子 海关总署人事处处长 诈骗11万元之后 落入法网 哎呀 看到这篇报道之后 他才明白 原来王宝三的后续影响力啊 也不能小看的啊 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赵洪 又是禁不住蠢蠢欲动下来 很快 他以王宝森腐败案 无辜受牵连者的身份 又开始招摇过世了 9月 赵立洪应聘到了 北京设计风尚 模特尔蒸汽公司做经理 此后 他将红颜薄命一词啊 那演绎的是唯妙唯孝 入目三分 当时也是不少善良人的眼睛 被迷惑了 纷纷的帮他介绍对象 什么教授啊 富商 学者 军官都有 只不过啊 赵洪他当时那伤痕累累的心 一时是找不到感觉的 可是啊 只要是提及认识高干的机会 他就立刻的精神抖擞起来 美貌啊 本来就是资本 这眼见人老珠黄了 他何尝不紧张呢 至此啊 赵洪就走上了做高官情人的职业道路 不过这次 他有点坎坷 没有那么幸运 一直到1997年的年底 赵洪终于是挖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那就是啊 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赵安哥 因为妻子跟母亲的关系不和 孝顺的赵安哥呀 他的婚姻只维持了十几年 此后就一直单身 几经周折 赵丽洪终于是拖到了一个跟赵安哥熟悉的人 那个热情的人单纯的认为啊 他们两个是一个郎才 一个女貌啊 也很般配 于是就竭力的去撮合他们 哎 终于啊 赵洪被安排到跟赵安哥坐到了一块 在宴会开始之前呢 咱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赵安哥 这位曾经的副行长赵安哥 他的老家呀在河北 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母亲呢 是国家干部 父母在结婚之后不久就调到东北工作了 那是1950年6月19日 赵安哥出生在辽宁沈阳 赵安哥的父母非常恩爱 在生赵安哥之前呢 这父亲是曾经许诺 要让第一个孩子随着妻子的信 赵安哥出生之后 因为是家里的长子 父母对他的喜爱更加的是一语言表 尤其是母亲 对他是关心备志 疼爱有加 赵安哥从小就体会到了母亲对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爱 赵母也非常注重对赵安哥的培养和教育 再后来赵安哥的父母从东北又调回到北京 再后来赵母也是想方设法的 让赵安哥考上了大学 而在那个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年代 这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 但是在赵母的坚持之下 赵安哥也是顺利的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 并于同年进入中国银行总行工作 再后来45岁的赵安哥他试图到达了一个顶点 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副行长 同年11月又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的厂务董事 后来又调任到中国农业银行当副行长 此时赵安哥真正的成了位位高权重 独当一面的副部级干部了 不过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 就这么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他更需要家庭这个避风港来泄一些身心呢 但是当这避风港里边每天都是狂风骤雨 在外边累了一天的男人 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赵安哥呢 他在外边一句话可能就值个几千万 但是在家里他则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倒不是赵安哥和父母有什么矛盾的啊 他是公认的大孝子 可是这问题嘛 就出现在了每个男人想回避 也回避不了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那就是婆媳关系 赵安哥的妻子也是他在乡下时认识的 他人在逆境中最容易被感情所征服 这一点点的关爱呀 都是值得用一辈子回报的 赵安哥的家庭那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为此在那个年代倒是成了一种罪过 成了被人们鄙视的背景 赵安哥在下乡的那个小山村 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师 这个教师啊 他性子直爽 对这个来自首都北京的小伙子 有着最朴素和说不清的关系 回京城时 赵安哥对他说 跟我走吧 逃出这个小山村 外边的世界很大 他信了 可结果呀 他和赵安哥都错了 因为赵母从头至尾就不喜欢他 从说话到做事 赵母就是和他合不来 刚开始吧 这赵安哥以为是生活差异所致 便一直在两个女人之间去协调 努力的想粘合这两个人之间的裂痕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 两头不是人 那赵安哥的痛苦啊 是伴随着职位的不断高升 而不断增加的 这让他很累 家庭矛盾也是逐渐的带升级 赵安哥苦不堪言 于是 这婚姻持续了十余年 妻子最后也是体谅丈夫的难处 最后同意与赵安哥离婚 离婚之后 赵安哥没有亏待过妻子 他尽自己的所能给他补偿 但是赵安哥的内心却非常苦闷 他何尝不渴望一个心爱的女人 陪伴自己左右啊 1995年 年仅45岁的赵安哥 便成了中行的副行长了 此时的赵安哥呀 已经是手握审批大权 成了下级争相公关的财神爷了 母亲也是心疼儿子 他知道表面上赵安哥是一言九鼎 但是生活中啊 却是形单硬箍 他的身边多么需要有个女人呢 为此 他也是没有少费心的给赵安哥张罗 可无奈呀 不是赵安哥看不上 就是他觉得女方不顺眼 时间这么一晃啊 就过去了 然而就在前面那个即将开始的宴会之后 这一切又都改变了 一晚 这快下班时 赵安哥的手机响了 赵安哥以为这又是没完没了的应酬呢 但是一看电话 发现啊 这不是啊 这是一个比较铁的哥们打过来的 赵安哥呀 就拿起了电话 说好了啊 你必须得到 虽然你是堂堂的副行长 但是啊 我不是求你办事啊 今天这个场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啊 关系到你后半生的幸福呢 电话挂断了 赵安哥想啊 这又是借口吧 无非啊 就是想把我拉出来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吧 在他这个位置上 什么女人没有见过呀 但是啊 真正让他动心的女人哪 直接还没有遇到呢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的哥们是不能跟他说瞎话的 难不成自己还真能找到下半辈子的幸福啊 他有些怀疑 不过呀 他还是赴约了 于是这时间又回到刚才的那场宴会开始之前 宴会场面不大 就摆了一桌 两个铁哥们陪着一个女士 赵安哥性格豪爽 说话非常干脆简练 最后一个到达的他 故意是大声抱怨 这事啊太多了 来晚了 这眼神却不失时机的扫着一眼女主角赵红 就这一眼呢 就注定了他一生的错 此时的赵红啊 他的双眼早就调整到了最善解人意的频道 与这双美目对视之后 赵安哥的心情立刻的就变得舒畅起来 他很有风度的坐到了主兵的位置上 顺手就脱下了大衣 哎没想到啊 赵红适时的起身 走到赵安哥的身边 轻轻的把大衣就给接了过去 这个动作很小 哎却让不动声色的赵安哥心里边温暖如春呢 他微笑的朝着赵红点了点头 这气氛呢 也是出奇的自然融洽了起来 不得不佩服啊 人家就是有这么一手 这边上两个老同学和那个介绍人见状都心领神会 他们就简单的向赵安哥介绍了一下这个女人 就找了个理由啊 退出了宴席 赵安哥的脑子多聪明啊 一下子就全记住了 赵红 是北京一家规模不小的模特经济有限公司的经理 老家呢 是哈尔滨的 一听都来自东北 赵安哥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呢 就是更有了一种特有的亲切感 啊 表演的机会到了 赵红马上叫来服务员 说啊 要把高度的白酒换成低度的红酒 赵安哥就笑着问他为什么呀 赵红则轻柔的说 你作为行长肯定是少不了应酬呀 老喝烈酒 长期下去的话身体会喝坏掉的 我今天能见到行长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不想让行长太劳累了 哎 这一番话说的啊 赵安哥动感亲切无比 赵安哥听着 这眼睛却没有闲着 他呢 是一个阅人无数的人 他现在可以肯定 这个女人啊 是在说心里话 赵安哥主动的就端起了酒杯 不要紧 不要紧的 酒逢知己千杯手啊 很高兴认识赵小姐 非常感谢你的关心 来 毕竟是老乡 你随意 我干了 赵红受宠若惊 这酒中的酒一饮而尽 那以往这酒场应酬啊 不是别人求他 就是他求别人 那酒啊 就得喝的特别痛苦 有时喝多了吧 就很容易想到家中那些不顺心的事 那就更加的苦恼 可今天 也许是没有以往这酒厂应酬的压力了吧 也许又是遇到了如此一位细腻而又温情的女性 赵安哥觉得今天晚上的酒格外的香 这几杯酒下顿之后 这几杯酒下顿之后 赵红的脸上啊 就泛起了红韵 赵航长 这赵红啊 看来是有话要说 哎呀 叫赵哥吧 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赵安哥非常爽快的就指正 哎 这关系啊 就这样一下子就被拉进了不少 赵红也没有隐瞒 他含着眼泪 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说父亲呢 母亲还有哥哥 都是工人 还有一个姐姐 在老家打工 迫于生计啊 他是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闯荡 被别人骗过 也骗过别人 后来因为自己长得还挺漂亮 来到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上班 这赵安哥就仔细的听着 可脸上却不动声色 他在仔细的琢磨着 这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 赵红坦言 自己在北京举目无期 而女人最大的资本 就是自己的美丽 所以靠着美丽 他也结识了很多权贵 包括王宝森这样 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过那时候因为年轻 在处理同权贵们关系的时候 是吃过亏上过当 赵安哥呢 他显然明白赵红所说的 吃过亏上过当 他背后的前台词是什么了 他呢 也对王宝森的风流运势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赵安哥 也曾经耳闻过 但是今天亲耳听到眼前这个女人 竟然和王宝森很熟 甚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时 赵安哥还是吃了一球 但是脸上依然毫无变化 赵安哥见过的逢场作戏太多了 那即使他以前是王宝森的情人吧 但是那又怎样啊 女人就是女人 以前说明不了什么 关键的是看他现在怎么对你 那说一千句都没有用 关键是看行动 善解人意 坦率直言 毫不做做 赵红的美好形象 慢慢的就在赵安哥的心里啊 定了阁 那赵红他也知道啊 自己的青春已经渐渐远去 靠身体的话 只能抓住男人一时 抓不了一世 更何况赵安哥是一位位高权重 那这事业成功 但是婚姻失败的特殊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赵红自己 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机会了 所以他在跟赵安哥接触中啊 就连打电话的细节 都是更加的谨慎 从来不在上班期间 给赵安哥打电话 而在业余的时间 这电话又很及时 而且呢 也总是细心的嘱咐 温柔的关怀 渐渐的在方便的时候 赵安哥便约他一起看戏 吃饭聊天 赵安哥就像是 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青春一样 他觉得 这个女人或许 就是自己想要的那种吧 而时间 就是最好的温度计了 赵安哥和赵红的感情 在快速升温 终于在三个月后的 一次约会的时候 该发生的事啊 都很自然的 就那么发生了 再后来 赵安哥也向赵红坦言 能否走到一起啊 还有最后一道关 那就是自己的母亲 赵红天后笑了 这下在北京又多了一个妈 多好呀 赵红这番话呀 他不是敷衍啊 那是在第一次见到赵母后 他就紧紧的抓住了老人的心 他知道老人是最需要关心了 最喜欢听话的儿媳妇了 所以啊 不仅是天言蜜语 而且任其胡来唤去 果然赵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赵红 甚至还暗示儿子 说这个小赵啊 干活手快 麻利 说话得体 让人舒服 年纪这么小 你还求人家怎么样呢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时赵母的身体不太好 赵红啊 一见面就非常熟练的给老人忙活着 于是赵安哥很感动 老人很欣慰 得到了母亲的默许 赵安哥一颗心呢 终于是落了地 那既然即将成为自家人 那当然要为自家人办事了 这是天经地义的嘛 更何况啊 这是为了两个人共同的明天 那得到了赵母的认可呀 赵红他知道自己又成功了 于是决定收网 这年的中秋节 赵红告诉赵安哥 说一个香港特区的朋友 要做一个高速公路项目 但是却没有跑成贷款 哈 好办呢 赵安哥手里啊 他有的是贷款额度 一句话就搞定了 事成之后 那个香港老板听说 赵红要买银湖别墅之后 就乖乖的送上了200多万元的港币 2000年 中国银行总行 要购买职工宿舍楼 而这件事情 也是由赵安哥负责 就是 闻到肉香的北京华远 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和销售部的总经理 也是费尽心思的 找到了赵安哥 可是赵安哥没有答应 因为他的试探 因为这赵红曾经告诉过他 这种事情啊 给谁做不是一样做呀 再后来啊 房地产公司的老总 又请赵安哥吃了几次饭之后 最后干脆把这个话给挑明了 可以给赵安哥整个项目造价的1% 作为好处费 可是赵安哥却没有表态 他想找机会再问问赵红是否感兴趣 接着 一听赵安哥讲的这个项目 赵红便动心了 还颇有心计的 觉得不能对这即将到处的 这外财啊表现的太极切 如果这样的话 会让赵安哥看清自己的 于是他就演戏 告诉赵安哥 这件事情啊 可以做啊 但是一定要保险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给您添麻烦 他甚至还告诉赵安哥 这件事啊 你不能出头 要找个人替你办 最好是中间再转几次手续 做的更严密一些 不过啊 等若干年之后啊 这赵安哥回想起 当年这个女人的教诲时 他告诉办案人员 自己啊 还是低估了这个女人 被感情蒙蔽了眼睛 可是当时 赵安哥已经沉浸在爱的漩涡中了 他点头同意 他当然知道 这百分之一 那个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赵洪的担心呢 不是多余的 还有就是啊 赵洪他可谓是天生的一个理财能手 这可能和他见过大世面有关 没多久 他就有了这样一个详细的方案 经过与赵安哥的商量之后 这周密的计划就开始实施了 赵洪呢 他是先找来了 在北京做生意的哥哥赵德仁 赵安哥让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大舅子 去找那个自己已经打过招呼的投资有限公司 借他公章使用 说啊 这好处费另算 然后啊 但以这个投资公司的名义和华远签订了假的中介协议书 那1%就作为中介佣金给支付了 赵安哥利用自己在总行的影响力 把购买职工宿舍的事情就给敲定 12月10号 中行北京分行和华远地产公司也是签订了正式的购买合同 总造价达1.9亿元 赵洪和赵安哥都觉得这个1%还是很值得的 2001年2月14日 在赵安哥和赵洪的指派之下 赵洪的哥哥赵德仁到华远房地产公司 拿走了190万元的支票 为了逼人耳目 赵洪又亲自找到那家融资公司 借用公司的账户走了账 并且是提出了56万元的现金 而这些钱全部啊都用于购买银湖别墅 用赵洪的话说啊 就是这当了一辈子的财神仪啊 疼老了不能连做庙都没有啊 赵安哥也知道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将来 毕竟这个位置啊不可能坐一辈子 这英国小说家迪福 好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啊 这作恶多端的歹人 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人生结局的 如果他能预料到他的归宿的时候 他会紧张的寝食不安 就连一天也难以安稳的活下去 而此话确实是据治理名言 他们俩啊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会来的这么快 赵安哥案始发于广东省开平之行高管崩盘案件 那是2001年9月 中国总行这集合部门正在进行中行系统十年一度的全国性大核查的过程中 他就惊讶的发现 这广东省开平之行八个多亿美金的联合资金竟然博弈而非了 8亿啊 这8亿就引发了震惊国内外的金融行业 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之行特大贪污盗窃联航资金案件 本次案情啊 又是震动了党中央 经过周密的调查取证 案件也是迅速的被查清 但是此时 这近8亿美元的赃款 早已被全部转移到了已经文声外逃的许超凡 于震东等人在香港美国加拿大的账户上 其中一部分已经在赌博公司挥霍掉了 8个亿 天文数字呀 这银行的规章制度到哪去了 银行的监察体制又哪去了 如果没有上级银行的同意 这些人又怎么能够一步步的得手啊 为了揭开谜底 北京检察院反贪局便成立了911专案组 对赵安哥进行了全面调查 调查之后 办人员也是惊奇的发现 赵安哥他走到这一步啊 除了贪欲金钱 他更大程度上是用来满足情人赵红 那种无止欲望的 而更让警方咋舌的是 这位赵红 竟然还是 这原北京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引誕自尽的王宝森的前情妇 这就很有意思了 2002年9月的一天 赵安哥听到了风声 他第一时间就通知了赵红 让他到外边躲一躲 赵红听后也知道 这此事啊要曝光了 当然是逃为上策 但是他还是故意流露出痴情的样子 表示自己不走 要同赵安哥同进退 赵安哥听后很感动 不过他当时还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甚至还非常自信的告诉赵红啊 说国家的钱 他是动过的 但是毕竟没有造成损失嘛 大不了就是违反了纪律 他现在啊非常担心的就是买别墅的那笔钱 如果那笔钱定了性 那自己就麻烦了 于是他就劝为赵红 你啊先到国外去躲一下 等事情摆平了之后啊 我去找你 赵红就演了一出带引号的恋恋不舍 告别了青郎 就在临别前的时候还说啊 要给咱妈告个别 就是给赵安哥的母亲去上个坟带走 这赵安哥的母亲呢 后来是因为疾病而去世了 哎哟 赵安哥听后心里的那是感动就甭提了 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啊 在他眼前哭得跟累人似的赵红 他溜达呀比耗子还要快 就当专案组办人员去击捕他的时候 他早就啊逃往了海外 依依不舍的送走了赵红 赵安哥又马上给大舅子赵德仁打电话 让他赶紧夺夺 赵德仁得知之后 也是连夜的遣回了哈尔滨老家 赵德仁从北京乘火车回到黑龙江 刚开始时没敢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没看到什么疯事 赵德仁就以为没事了 一天夜里 他就偷偷的遣回家里 12月的哈尔滨 那是哈气成兵的 可是赵德仁没有想到 侦察机关找他找得好辛苦 他一回家 就进入了辛辛苦苦 遁守了两个星期的警方的包围圈 当专案组人员出现在刚从睡梦中醒来的赵德仁面前 并且亮明身份后 赵德仁迷惑不解的问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赵德仁的问话 让专案组人员是哭笑不得 赵德仁到案之后 很快的就交代了伙同赵安哥和妹妹赵红 收受华远公司190万元的贿赂的问题 而在赵安哥给情人及其哥哥通风报信不久 便被警察机关给刑事拘留了 2002年9月11日晚上11时 专案组开始对其预审 起初吧 果然是像办人员预先料想的那样 这赵安哥呀 他是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 在这个时候 赵安哥还想隐瞒犯罪事实 以保住自己的弟弟和情人 而专案组的办人员呢 也是没有急于涉及犯罪事实 而是同赵安哥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通过事先的了解 他们发现赵安哥呀 他是比较重视他人呢 对自己的评价和非常重感情的特点 于是 先是肯定他多年来 在银行系统工作的业绩和贡献 肯定他孝顺父母 又有家庭责任感的优点 还肯定他的为人性情豪爽 敢做敢当 同时又对他多年来 深受家庭矛盾折磨的生活现状 表示同情 专案组是对症下药 专案组人员的话呀 句句字字的都是点到了赵安哥的痛处 在赢得了他的好感和信任之后 赵安哥便开始了他的轻松 他先是谈到了他从基层走到领导岗位的艰辛和挫折 谈到了他工作的业绩和突出的工作能力 又谈到他多年来为金融领域做出的贡献 继而又谈到他和弟弟都是因为婆媳关系问题 长年的在家庭矛盾中饱受折磨 赵安哥意识到只有自己勇于承担责任 才不会使亲人受到牵连的道理 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他的心理防线终于是崩溃了 赵安哥先后交代了相关的犯罪事实 当然了这起案件调查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专案组是从立案到侦查终结 经历了9个月的时间 最终是认定了赵安哥伙同李耀森索利哥 涉嫌挪用公款5000万元人民币 收受华远公司贿赂190万元 向阮某索要贿赂款331万元 收受王龙军贿赂款57万元 共计收受贿赂578万元 2004年4月2日 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哥 因为涉嫌受贿 挪用公款行贿 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赵安哥没有提出上诉 显然他知道自己这是最有应得 不过最后遗憾的是 这个王宝森和赵安哥的亲人赵红 最终是逃往了海外 至今是下落不明 好了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这王宝森和赵安哥 共同喜欢上了这个女人 也共同栽在了这个女人身上 一个死了 一个在狱中度过余生 也就是说赵红这个人 他客贪官呢 是吧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咱们人者见人 上文又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啊 就是两个人呢 被狐狸所媚 倒在深深老林中 奄奄一息 被一个猎人给救起来了 二人对这狐狸啊 是恨之入骨 大骂其狡诈可恶 便请这猎人捕杀之 可这个猎人却说呀 这鱼贪沟 是贪食故也 惺惺刺血 恃就故也 而二人被魅 他则乃贪色之故也 你们只应自恨 何须恨胡呀 本案完